好了,這條片呢,就講講兩位朋友,都是有類似的情況的 帶出一個話題,那其實呢,之前講過這麼多朋友呢,都有一些很常見的情況出現 那所以這個情況都是常見的,但是特別就是大家留意這件事呢 就是他們唱歌的時候呢,聲音聽起來好像都不是太差 但是有問題,又是什麼出在哪裡呢? 我們聽聽這首歌,就是這位朋友叫Sowie Sowie唱的這首歌,其實他有超級一首歌的,我們聽一下兩首,叫《逃生門》 最初有哪些喉嚨,壓住喉嚨的聲音 但這個音為不太嚴重,但要留意一下 因為那些低音可能它未必是 那些低音有時大家下不了的時候 就會用了一種 鼻酒魚那些壓住了喉嚨 其實你再讓自己放鬆一點 可能輕輕抬高一點頭等的喉嚨 多一點空間 然後呢 就等它掉落空腔那裏 那些低音有時就會 其實你不用壓下去 它自然會出來了 繼續聽聽 嘩 去到高音少少了 聲音好像比較舒服 頭兩句好像挺好的 聲音不錯 那第三句有點不穩陣 有些聲音開始有點 有點夾在喉嚨的感覺 但其實我們純粹聽到頭兩句 其實是 咲 咲以聽 好像挺好的聲音 但問題在哪裡呢 其實這個就是我們常常說喉嚨聲 因為它的聲底不差 但聲底不差 當你不懂用共鳴的時候 你就純粹靠你的聲底 和喉嚨的力去唱 你喉嚨的力去唱 加上你真正拿到你的胸腔、沒有任何的單田去承托 其實你基本上是沒有什麼共鳴感在裡面 你只是用你的喉嚨聲去唱歌 所以雖然你的聲音本身都挺清脆 但是就出到來就是一個單薄和有一點吉爾的 一個比較咒耳聽起來挺漂亮的聲音 但是就是欠缺共鳴感 去到第三句就開始有一點不穩陣 或者有些喉嚨不漂亮的狀態開始露了出來 說了春風秋雨滅門思江 解釋載著夢分手 以成定安 願不 那些其實就是看到一個 未能懂得去利用你的身體各部位去配合 形成了一個很通透的管道去唱歌 所以其實就變成了是真的純粹在喉嚨裡面去發出來 但是你很幸運地呢 你的聲音本身是挺好的 所以就會形成了一個 咒耳聽 好像挺好聽 但是又感覺到好像 咒耳聽 其實就是完全是沒有拿到 沒有正確去拿到任何共鳴 所以這個情況呢 就會形成了現在這樣的 好像挺好聽 但是又感覺到好像 咦其實 又不是真的懂得拿到聲音的 這樣的情況 所以呢 你也不是很懂得做一首歌的起伏 和那些dynamic 很難忘 其實一跌下來 那其實你就立刻應該是拿回一個 再柔一點的氣聲去做對比 那是沒有做到的這些事情 但是因為其實你也都未能夠去到 那一種的喉嚨狀態呢 其實那個掌控呢 是欠缺的 那所以你只可以是 用同一個力 同一把聲 去唱所有的段落 那所以這個是一個 仍然是一個很幼亂的歌唱的水平 那如果你想進步呢 首先就是要 去嘗試一下 去給喉嚨再 不要靠喉嚨去 去用力 而是 給自己練一個 油聲 先練你的 soft voice 給喉嚨放到很輕的時候 當你的胸腔出來的時候 那你就感覺到 原來其實你是可以用你的身體 不同部分去做共鳴 然後 然後才再慢慢去學 用真正的用力去掌控所有的大勢力 因為現在你的大勢力 是用喉嚨去掌控的 所以其實你基本上 你是沒有掌控的 那所以 變成是用一個力 有少少少 未知去到盲力 但就一個 是沒有控制的力 去由頭唱到尾 那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所以有少少像 小朋友唱 唱兒歌那時候 因為小朋友是沒有掌控的時候 那你都還有這個情況 但這把聲音是挺漂亮 那你普遍都不是說音準特別差 不過你因為沒有掌控 所以就會有些地方 會有些 有些 有些 所以是 讓自己學會了去 去唱一些很柔的東西 還有練一下你的低音 因為你的低音就會 開始你明白原來 其實你是有chess voice 那你然後 然後第二天就利用多些chess voice 去唱一些比較高的音 都會有幫助 那當然有好 唱歌實在是不是簡單一回事 有很多東西要留意和學 但是就 起碼只要指出了你的情況 那 讓你可以 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所以你另外那首歌 我聽了少少 因為其實 情況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都是同樣情況的 而這首歌的高音部分 就會更加明顯到 是你很靠喉嚨力去發力 我們去高音部分聽吧 為何孤獨 學不愧不在乎 即使這片 總不停地 從來翻圓 就算不停了 也都嫁了 你啊 從未 滋滅 我們的 我聽到真的 因為那個戲 其實你未適合用氣 又是不夠氣的情況 中間會斷開了呼氣 而且去到那些高音 你是想得不太多 有少少喉嚨 是 支撐不到那些高音 變成會有 你也都靠了少少喉嚨力去唱 但是 幸好你不是 一尾 靠喉嚨力去唱 你都還有少少是 適可而止 所以呢 聽出來 都未至於是 很惡劣的情況 只不過是 真的那些高音 有點辛苦 那這些情況 你可以 嘗嘗 嘗嘗 唱低半度 讓你自己舒服了 然後有機會 就真正要學勇氣了 因為始終 那一句 你沒有單田的支撐 是有很多東西 都是 變成是 發揮不到的 但是 我們聽到它的聲音 其實是幾美的 這些高音 全部是 因為沒有了支撐 而 你又放鬆不了喉嚨去順 其實你可以用頭聲做的 只用頭聲做 沒有問題 變成你尷尬了 你沒有了空腔 但是頭聲又做不到 那夾了喉嚨 那這些情況 其實是 不如讓自己放得很鬆 去試一下 在喉嚨最舒服的狀態之下 上不上到那些高音 上到的話 那你起碼 上到先 舒服先 其實舒服是第一的 如果舒服都做不到 其他也不用想 然後 以後才學用真正的 真正的 用氣的方法 真正的 單田的支撐去唱歌 這樣才會發揮到 應有的共鳴 好 那Sowie說了那麼多 我們說一下 這位朋友 其實情況都是類似的 那這位朋友 就是叫做Carrie 那Carrie呢 有一首歌是 Candy Ball 聽一點點 我們聽到呢 又是一把 又是一把 嗯 本身 那聲音不是差的聲音 但是呢 就是 感覺到 那個 真的幾吉爾 那個出來的 那個頻率呢 是很尖 那因為呢 Carrie的情況 他在喉嚨那個力 和喉嚨那個 我都不應該要共鳴 總之喉嚨聲 就是更加厲害 比起剛才的Sowie 所以就 我們聽到 那個喉嚨聲呢 是很明顯的 很重要 因為他除了喉嚨聲之外呢 是沒有第二個位置 去幫他做共鳴 OK 我們聽多一點 上午的聲音 就像主是面前的我 我和喉嚨 若合喉 吹剥劍的我 我一道同事 剛剛那些低音 那裡呢 其實 那裡是一個 即是中低音 那其實 你會發覺 Carrie 是 是欠缺空腔的 因為 那些低音 如果你有空腔 會很清楚聽到 是有空腔的 那 因為你欠缺空腔 那所以 你去到那些再高一點的音音就很吉異了 因為你的頭聲也不是特別舒服 因為你所有的聲音出發的點都是在後龍的你 這些你聽到是很吉異的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跟剛才的SORRY是大同小異的 你要改善的時候都是給自己去練一下低音 練了低音放到喉嚨很鬆 當你可以掌控到掌握到多一點胸腔的時候 然後就用那個發聲位去唱高一點的音看一看 而當你的喉嚨能夠讓自己鬆得很舒服的時候 你會可能發覺你的頭聲的鳳鳴開始會越來越漂亮 那由於她也是用喉嚨的方法去唱歌 亦都是用著好像SORRY那樣 好像SORRY那樣用著同一個力去唱這首歌的每一個段落 因為她暫時是未能夠真正這樣去控制的力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力去不斷唱唱唱 那當然我可以小聲一點大聲一點的 但是你對於那個力量的掌控 暫時是很難做到 因為其實用喉嚨去控制一定是不對的 所以就變了 我還是要留意這些 因為唱歌要真正做到很正確的發聲 不是一步登天的 除非你真的有小部分的人 不知道為什麼天生就得了 但是天生未得的人是佔大部分的 所以這些人他怎樣可以做到呢 那就真的要從基本步 還原基本步做起 將那些不好的喉嚨習慣戒掉 然後就給自己練一些最柔的聲音 和練一些低音 那你可能我的高音就唱不到 我沒有力量 是的 你要暫時不要硬給自己用力 那當然你練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那你都要用丹田去發力 那去到那個位置 就實在不是三言兩語 就可以說這樣這樣這樣就得了 那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 都要靠用喉嚨的力呢 就是因為學用丹田唱歌 真的要跟老師的 真的要訓練的 那如果真的很想用丹田去學唱歌 那就要想辦法了 我很難在一條片裡教會大家 那當然我絕對希望 我會將來講多一點點關於這些事情 但是這個是一個比較複雜的話題 而且不是講一條片兩條片 於是大家搞定就可以用丹田唱歌 真的不是 那所以就變成了 我想想的辦法 可以在未來的日子 可以給大家多一點提示 但是暫時來說 起碼大家知道自己的情況先 不要再惡化下去 不要用喉嚨喊 那如果現在好像Zoe 和Carrie這些情況 稍為讓喉嚨舒服一點 讓自己多一點胸腔 然後將來再想一下 怎樣再用氣去幫自己進步 用呼吸去幫自己進步 這個話題呢 今天就蓋不到 好嗎 那我們下次再說 拜拜